观众朋友,昨天我们给大家看到了共军在内蒙的炸射沙漠 他们几乎等比例一比一复刻了我们总统府附近的博爱特区 整个地形还有细部的接扩都在他们的沙漠复制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更敏感的是 居然连总统府的地下紧急逃生通道恐怕也被掌握了 这是我们反斩首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真的都被他们copy过去的话 这是多严重的事情 更严重的是给大家看到在台中港的外海 中国渔船居然出现在这个地方迫近的出现 而且越界却不捕捞 这什么意思 你看肉眼可及有没有非常非常近 上次在苗栗这次挑台中港有多敏感 事实上我们先从另外一个军事新闻进来看 在26号的时候嘉伊基地有一架F-16 当时在空中起飞之后 因为发电机的灯号产生异常 这个所谓的亮起来的一个情况 后来决定转降清泉缸 当然转降之后是人机平安 不过其实如果再往前推的时候 在13号的时候事实上也有F-16战机 因为灯号异常 紧急的这个所谓的降落 14号的时候也因为油亮指示器 产生异常亮灯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紧急的这个破降 所以外界就会认为说 我们既然因为整个的这个海峡两岸的紧张的这个情况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战机 必须长时间的在天上这个出行的这个状况之下 会不会导致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空房的部分 产生一些的这个疑虑 好是不是被超到腿软车轮战之下 的一个后遗症陆续浮现 值得重视 另外一个只能做不能说 来看到萧美琴我们的副总统当选人 好久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 他昨天回来了 回来之后带来什么成果 这几天去的哪里 好敏感啊 事实上总统大选完了之后 确实外界很少知道萧美琴的这个行程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外交部居然证实讲说 萧美琴在三月份的时候 其实已经前往美国跟欧洲进行访问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像他这个接下来要接任副元首这件事情来说 他如果是要出去或干嘛的 应该会引起很高度这个关注 为什么他这么的低调 而且行程保密到家呢 现在民进党方面是讲说 哇他是私人的行程啊 没有办法说出来 但问题是呢 等到他萧美琴回来之后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哇好多的照片一个一个流露出啊 所以你看到520最后倒数时间 一天一天的逼近 军事的海面上的渔业的外交的面面向下 中国的极限施压只会更多 不会松手 不信你来看到 在内蒙的沙漠乍射1比1的模拟现场 赫然发现我们总统府下面 我们看都没看过的地下紧急逃生通道 也被他们复刻过去了吗 其实我们之前看到 中国大陆在它内陆的这个演讯场里面 经常有一些模拟台湾的这个街道 甚至连总统府的那个图像有没有 之前也做成板子放在那个地方过 但这一次呢 我们节目里面发现到 在内蒙古的阿拉扇佐奇基地里面 从卫星图再进来看的时候 你居然会发现到说 这个画面如果再跟所谓的地图来比对的时候 几乎是很像我们博爱特区的这样一个状况 甚至有人发现到说 在画面上面这个 有没有看起来像蛇形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的这个曲线 有人直接讲说 这该不会是总统府的所谓的地下通道 都坐在上面了 那我就讲 其实你讲说空中炸射 那地下通道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忘记 现在这个炸药里面有一种叫钻地弹 如果我今天能够精确地掌握你这个地道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我用钻地弹进行攻击 是不是会对它产生非常大的伤害 要知道 这都是我们的政经中书的所在 你刚描绘那个情境就是要对我斩首 那我就要展开反斩首 如果连我的逃生通道都被你摸透 做出来了 我是要怎么反斩首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相信你跟我还有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能够画出这个地道的大概不超过五个人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个基地的这个地方 直接炸射场就画出了这一个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说 过去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机密 可能在不经意之间都被曝露出 例如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卸任完了之后 2009年的时候 当时为了案子出庭 居然在法院自爆说 总统府里面有密道 有密道之前 因为他其实是要讲说 我就是为什么出庭 大家没有看到 但问题就回来了 2017年的时候 万安演习确实也公布了 蔡英文在这个所谓的地道里面的这个照片 甚至你知道吗 当时阿扁也爆料讲说 这个府方曾经有在装潢 这个所谓的密道的路口 那我也讲实话 密道之所以称之为密道 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 就是一个秘密的通道 结果大家都公开的讲说 我告诉你 这边有密道 那边有密道 那难怪可能共军 他能够掌握的讯息 多方面的收集完了之后 就拼凑出刚刚的轮廓 除了博爱特区反斩首的作为 是不是已经被摸透 另外一个 很敏感的在台中港 居然肉眼可视 已经逼得很近的 中国渔船 在这地方越界不捕鱼 这个有多敏感 在这个地点 其实这个地方 之前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 例子 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个偷渡客 直接从台中港这边 摸上案来 后来坐在路边被发现 他说是因为肚子饿 靠着那个淘宝买来的 那个小艇 没错 那个小艇 他就这样晃进来了 所以台中港很多人就觉得说 为什么好像 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机敏地区 你刚刚所提到 在台中港外海 居然有四艘中国渔船 那在那个地方 其实就海巡来讲 如果你今天这个 越界进来的时候 我通常会实时驱离 可是相关单位 就觉得很奇怪说 这四艘渔船来到这里的时候 虽然它不是三无渔船 可是渔船应该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打老鱼 它完全也都没有做 所以现在有人研判就讲说 它是不是刻意地逼近我们 甚至是测试我们什么 你知道我逼近到这里来 等到你发现到我 跟你船来驱离我的时候 要多少时间 说真的它今天还乖乖地 停在那个地方等你来 但它如果开了船就跑 会不会再重演一个 直接开进台中港的这个事件 当然会引发大家的关心 所以就是对我压力测试 我在摸你的底 可是台中港这个地方有多重要呢 其实你看台中港 它整个地处的位置 是在台湾南北两端的 接近在中心的这个位置 可是华府的智库学者 也有发现到 台中港如果就整体的地形来看的时候 它是共军最适合登陆的一个地点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台中港你从这边看过去之后 不只是因为港口很大 它的腹地其实也非常的平整 你知道 所以如果你要运补的时候 是非常适合的 再就是因为周遭都周遭 这个所谓都是平坦的 这样一个地形的状况 这样也非常适合什么 你知道你看到 它旁边有这个海滩跟三角洲 所以你既要登陆完了之后 你可以进很快的 短时间内进行整补 整补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移动 移动往哪里 它可以很快的旁边 就是清泉岗的机场 再往北走的时候 就是新竹空军基地 所以如果今天 在台中港这个地方 真的成为大家这个高度 关注主目的机场 那我们国防的这个状态 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特别的加强跟注意 就成为未来的重点 好 委员我们看到了 内蒙的沙漠出现了 博爱特区的这个接口 已经吓死了 今天最新消息 听说总统地下有个通道 我们看都没看过 他也把它画出来了 这个多严重啊 解放军在做训练的时候 的确有做攻台的准备 攻台的准备 不只是前一段时间出来的消息说 模拟桃园附近的街道 同时也出现了 所谓的总统府附近的街道 还有总统府的地下道 其实不是秘密 我相信很多在座 很多的媒体朋友们 都去看过 尤其伟汉兄应该是看过 所以那个密道 大家都知道 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时候 就存在了一个密道 那他不拷贝 当然谁拷贝 拷贝就是说 如果说哪一天进行斩首行动的时候 赖清德会往那边走 这个是基本上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尝试 可是不要忘记 不只是这个 我也讲过 他们甚至有一套系统 非常像谷歌里面的街景 要求每一个军官 对于这种街景 做虚拟的了解 换句话说 他们在台北市是不会迷路的 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随时就上去3D走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不会迷路了 他已经迅上到这个程度 那我们真的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吗 就可能要从政治上来着手 如果陈队用军事上硬碰硬的话 那损失比较大的应该是我们 是 乔欣你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两岸之间的风险越来越高 那不仅是先前 在Google Earth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军事基地 就连现在这个博爱特区 也变成是他们演习模拟的一部分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两岸之间 会开战的这个现象 可是当对方有这么多准备的时候 那我方呢 比方说好了 中共他们在4月的时候 会开一个这个国际的大会 大概基本上有30多个国家 都会一起去参加 他们就要针对 无人机如果在海上相撞的话 应该要如何预处 来做整个工作小组 那请问我们国军什么时候要做 要点到现在完全都没有定 那再来呢 我们国军最近传出非常多的 智商事件 已经这几个月来十几起了 那代表说我们在国军整体的管理上面 勤务上面 跟他们的心理辅导上都出问题 所以我们不仅是说 这些密道啊等等的被掌握 我们自己对于国军的一些管理 跟整体的照顾来说 都是不充足的 那这样怎么让我们有信心说 今天如果开战的话 那我们是做好准备的 甚至连我们像我们今天 去咨询的时候 211营先前他的宪兵 有没有他有这个自枪的这个状况 结果后来被爆料出来 今天承认的是战二歇二 那是多类的一个勤务 所以整个211营 整个宪兵他们人数不足 勤务过于繁重 已经变成是一个 国军现在极力要解决的状况 然后我们又看到中共掌握了 这么多的这个讯息 真的会让大家觉得 对于国防部 对于国军是有点担心的 维翰市之前总统府记者的议会会长 会定 你有没有被带去看过那个地下室啊 刚刚我们不是有放那个画面吗 是 画面是我拍的啊 因为以前还没有大直特区 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呢 总统可以从这个 有没有这个图 他从地下道走过去 到后面的博爱大楼之后 到楼顶做直升机离开 可是现在已经 就是说我们也敢讲 就是现在已经放弃这个计划了 现在的计划是 总统如果一旦有这个 所谓ABC 三种状况 如果总统在府内 状况一 轻微的状况的时候呢 就坐他的总统的坐车 可能现在目前是ODI 以前是BMW 赶快到横山指挥所 是 状况二 如果状况很严重的话呢 是坐八轮云豹装甲车 也到横山指挥所 那横山指挥所 另外还有一个情形就是 你进到里面去以后 守不住了 黑鹰直升机会从国防部的 那个大厅 直升机可以升降的地方 赶快到对面 虽然很近 但是它有一个高速公路 没有办法很快的过去 到对面去以后搭空军一号 又或者走高速公路 经过了我们的北二高以后 到花东宜兰去 那边有加山基地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大陆都知道了 那所以你说斩首反斩首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 大陆有那么多了 包含了杨梅的那个 什么举光台拳道馆 包含什么 表示说一直都有在做这个准备 所以两岸确实比以前 更加的紧张 兵凶战危 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谈 每次的这个对谈 或者是和谈 或者是交流 还有学生的护访 都会降低两岸的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武器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一百万的订阅 我再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抠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 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